高雄市光五國小這個看起來非常時尚 現在感的鋼架與設計 原本是學校的回收場 髒髒亂亂的角落 學生倒完垃圾就想趕快離開 現在輝然一新成了校園裡最美的角落 以前的是很髒 然後又臭臭的 然後進去那個門又很小 你看不到裡面長什麼樣子 我覺得現在的比較好 因為現在可以看到裡面長什麼樣子 就是之前的垃圾場 它丟下去的時候是比較高的 怕東西丟下去的時候會摔碎 可是現在它的空間比較大 而且也比較低就不怕會摔碎 環五國小這座資源回收場 以寶特瓶的意向設計出 輕量透明感的概念 不久前更奪下了 日本國際設計大賽的優良設計獎 在全球5447件作品中脫穎而出 肯定設計美感同時兼具實用性 有做一些簡單的資源回收的分類 不管是塑膠類 紙容器 鐵鋁罐 那這個岸場設計師也有巧思 設計一個方便我們做垃圾 一般垃圾的清運的一個通道 將這邊打開之後 垃圾車的車斗靠近過來 我們就可以直接很方便的 直接將一般的垃圾往車斗做清運 教育部從108年開始實施 校園美感實踐計畫 廣武國小突破室內限制 讓美走到戶外 路人與學生都能欣賞 因而脫穎而出 因為他是在學校的門面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計畫 我們相當的開心 因為他真的徹底的顛覆了 我們師生所有的想法 甚至我們小朋友還給他命名 叫寶石姐 非常響亮的名字 廣武國小的創新轉型 成功將一個被忽略的角落 轉化為既實用又具藝術感的空間 讓老舊的建物搖身一變成為 具有生活美感與美學教育的場所 是一個亮眼的里程碑 真正達到了美感教育 從小做起的理念 人間衛視 海北高雄綜合報導